大陆误判孟晚舟案美国有底牌华为颠覆西方,更多细节曝光,华为军工行动,渗透英国大学汇丰内部文件,曝光孟晚舟欺诈银行细节,近日,美国和加拿大举行高级别会谈后共同发表声明,强调两国政府,将确保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案,不会被政治化。 港媒认为这表明,孟安不能以政治谈判来解决而必须按独立司法程序处理。 港媒日前曝光孟晚舟当年涉嫌亲自向汇丰,做出虚假陈述,欺骗汇丰继续为华为与伊朗的非法交易,提供服务英媒报道。 华为在英国大学推动的未来种子项目,绝对是经典的共产党颠覆战术。 也是军事工业行动中资华为接班人孟晚舟,在加拿大获得保释后。 加国外长与国防部长,于12月14日前往华盛顿。 就孟晚舟一案,以及两名加拿大人,被中共抓捕事件。 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及国防部长马蒂斯进行会谈。 方惠兰发言时,强调孟晚舟事件,与政治无关加方,将会确保孟晚舟的司法权利受到尊重。 蓬佩奥德明言,美国正寻司法渠道,寻求引渡孟晚舟到美国受审。 他并批评中共扣留加拿大权外交官康明凯及商人曼克尔斯帕弗不合法,不能接受要求中共立即放任中国民众中有观点认为,美加宣布不把孟安政治化。 意味着这处理有关华为的问题时会回归理性,将对孟晚舟有利有港媒日前缺乏。 文指出上述观点,过于乐观,甚至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美加外强调的不政治化。 共识是表明政府不会越权干预司法,这意味着孟晚舟案,不能以政治谈判来解决。 而必须按司法机关搜集所得的证据,按独立司法程序处理有观察人士指出。 从美国的体制上来看如果真的有利于美国的国家利益。 作为美国总统的川普,的确是有权利通过特赦还孟晚舟自由的。 但就目前的实际状况,来看川普似乎尚未打算动用特赦。 尤其在中共接连抓捕两名加拿大人士后,这种可能性更加微乎其微。 汇丰内部文件曝光孟晚舟欺诈银行细节,流出香港东方日报12月17日,曝光孟晚舟报。 是听证会的一件呈堂证据,这是一份据称为华为法律部准备,2013年承送汇丰银行的英文简报。 报导指该简报,本是以中文撰写2013年8月,由孟晚舟与汇丰代表会面时。 亲自用中文讲解,在由翻译传译为英文同年9月,华为再向汇丰提交了一份英文版的简报。 简报内容为试图证明,华为在伊朗的营运遵守美国、联合国及欧盟的法规,以及对伊朗的制裁。 并指华为与伊朗的Skycom公司是正常商业合作关系。 网报华为提交给汇丰的英文简报部分内容在简报中。 孟晚舟多次使用第一人称,向汇丰作出解释网络图片美国司法部及孟晚舟的代表律师军同。 一该简报旨在向汇丰解释华为没有违反制裁但美方旨。 简报是孟晚舟亲自撰写及讲解,有大量不实陈述指控孟晚舟主观故意欺诈。 目的是继续利用空壳公司Skycom避开美国及欧盟对伊朗的制裁,并误导汇丰,继续为华为提供财务服务孟晚舟一方则予以否认。 并指文件是由华为准备孟晚舟还表示,自己虽然曾是Skycom懂事,但华为已于2009年出售所有Skycom股份。 美方则指控,孟晚舟在华为与Skycom的关系问题上再三说谎华为未来种子内幕。 丹麦房长他是子弹上膛的枪,中国最大电讯设备制造商,华为通过英国文化协会,像剑桥、牛津、曼彻斯特、约克等英国大学提供未来种子Sky's Father, Future,项目。 华为投入600万英镑资助这些大学5G极尖端材料的研究,并额外出资,供英国学生到中国大陆有力学习。 华为公司曾表示,在过去5年,他们同英国20多所大学有过合作不过这个未来种子,项目却遭到英国国会质疑英媒BBC中文网报道称, 预会的英国国家安全专家兼教授格里斯表示华为的未来种子项目,绝对是经典的共产党颠覆战术,也是军事工业行动,这是军事工业行动。 这不仅仅是一个公司,希望资助未来的研究人们不明白。 这具有军事政治和工业的异议格里斯警告说,这个项目构成了国家安全问题。 丹麦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政治报POLITIKEN12月11日,报道说丹麦国防情报部门也十分担心华为公司和中共政府的关系。 丹麦国防部长弗瑞德里克森表示,华为同中共情报部门的关系,对丹麦电信基础设施,构成威胁他说,华为就像是子弹上膛的枪,因为中共法律要求所有公司都要帮助政府的情报机构。 纳瓦罗反对加西,也促中共停止盗窃美国技术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周一表示,中共必须解决知识盗窃问题,出于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的目的。 更多美国公司,应该回到美国,他也反对美联储进一步提高利息纳瓦罗对CNBC表示,贸易谈判的目的,不仅是让中共购买更多的美国产品, 更重要的是中共需要进行结构改革,这将保护美国和世界的技术美联储,定于本周二和周三,召开今年最后一次货币政策会议。 市场仍预期,美联储将今年第四次加息,0.25个百分点至2.25%至2.50%阿波罗网林一综合报道。 今日市场仍预期,我们结众点评价、制装赏馆医有专 Michigan衡量 на一层红査数。